可是有時候我們看的一些同修啊 愁眉苦臉的 他為什麼愁眉苦臉的 他想太多了 轉念頭嘛 我們就不要想那麼多 把那個不該想的東西都放下 想什麼呢 想阿彌陀佛 有人說 阿彌陀佛提不起來怎麼辦呢 那就用別的方法來提醒我們囉 所以身上最好是帶個念佛機 您開車 引擎一發動 念佛機的聲音也同步 發出來 走路 身上也要帶念佛機 人 一醒過來 第一個動作 第一個反應 就是要聽到您房間裡面的阿彌陀佛的佛號聲 大家的臥室裡面有沒有念佛機啊 有 很好 這個保命啊 很多人呢他怎麼樣呢 就是在睡眠當中就往生了 能夠在睡覺當中往生 那其實也不錯 沒有病痛嘛 可惜他沒有聽到佛號 那就很可惜了 所以我們呢 時刻都做好準備 隨時帶命 阿彌陀佛什麼時候來接我 我們當下就怎麼樣呢 爬起來 就跟他到人家走了嘛 不要 那我們這些往生的大事呢 就耽誤了 這是錯誤的觀點 只要見到阿彌陀佛 就要立刻跟他到人家走 不可以遲疑 下面再說 有智者真也有 成也有 實也有 這個字有三個意思 真 成 實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組合一下 真成 成實 就是 智的意思 心者 種也 實也 心是什麼呢 就是種子 就是真實 心者 真也 實也 成也 厭也 蠻也 忠也 哎呦 想不到這個心還有這麼多意思 我們也可以把它組合一下嘛 什麼是性呢 真性 實性 成性 它還有檢驗 滿足 忠誠的意思 人能夠做到忠誠 那就太好了 它心裡面沒有邪念啊 它沒有偏見 你看那個忠 上面是個忠 下面是個心 是不是 正當忠 白這個心 就叫做忠 要者 欲也 願也 愛也 月也 歡也 喜也 賀也 慶也 慶也 這個要啊 也有好多個意思 它有 欲 願 愛 月 歡喜 慶賀 種種意思 故至心 即是真實 成滿之心 願欲 愛月之心 歡喜 慶幸之心 以如是心而 信之 要之 故為 至心 信要 所以這個至心 信要啊 裡面呢 的確確是 一團歡喜 充滿了喜悅 充滿了智慧 這就是平常我們看的經上所講的 法喜充滿 真正學無量受經呢 入境界的人 你看他是什麼樣子的 每天都是啊 無限的歡喜 這有一句話說得很好 人逢喜事 精神爽啊 諸董修 您今天早上醒來到現在 精神爽不爽 您可不要只爽一下 接著又怎麼樣呢 煩惱又起現形呢 那是功夫不得利啊 為什麼別人那麼樣的快樂 我一天到晚愁眉苦臉呢 心事重重呢 還是在不了解事實真相 事實真相是什麼 一坦子三十二億百千年 你看 生滅象啊都是假象啊 這個世間六根 你所看到的所有的 這些人生物 都是在這麼短的時間 不停地變化 有哪樣東西您能夠得到 包括自己本身 要放下